一刻都不想拖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临时新增行程 亲自召开记者会为爱将新竹市长高宏安 遭起诉贪污罪抱不平 我问高宏安共事多年 我知道他是一个认真谨慎的人 所以我相信他绝对没有贪污的企图 展现百分百信任 柯文哲身为党主席跳出来灭火 但先前传出民众党每个立委都要出助理费配额 供党不使用 柯文哲却只字未提 而眼看子弟兵陷入难题 师傅郭台铭怎么可能点点 我相信高宏安市长的清廉政治 我支持高市长 高宏安市长用一切的力量捍卫自己的清白 司法不应该如为 政治打压对手的工具 曾大战高宏安打不死 郭台铭出面声援 这么有默契 国民党也力挺高宏安 不要因为政治因素 不要因为党太不同 而去特别针对某一位县市长 那我也相信 法律一定要还给高宏安市长清白 高宏安昔日市长选战对手 林根仁脸书PO文 司法调查误网误纵 是非取值自有公断 而蓝白把风向导向政治操作 因为高宏安的政治路确实有危机 若一审有罪他将被停职 由副市长代理 若二审无罪可以回复职务 但如果有罪任期没过半就得补选 若过半则直接由内政部指派补任市长 更惨的是根据刚修正通过的排黑条款 若高宏安贪污 有罪定验 便终身不得再参选任何公职 特别在侦办过程 多次违反侦查不公开的原则 来进行丑化高宏安的这种形象 高宏安展开司法攻防战 柯文哲不止为爱将发声 更是要守住民众党唯一一席 县市首长 不让这把火也烧向2024 近新闻李廷豪姐参访不到